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各位网友 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1月5号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第一个是谈中共的一个高官 重庆市委副书记叫任雪峰 在京西宾馆跳楼自杀 是发生在这次中共的四中全会期间 那么为什么四中全会期间 有一个中央的一个高官 能达到重庆市委副书记这个地位的职务的人 还要从京西宾馆跳楼自杀 它反映了党内什么样的残酷的斗争 反映了中共现在在反腐 打击任雪峰抓捕任雪峰背后 它的背后老板是谁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节目 需要我们来分析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我们看到 习近平昨天在上海接见了林郑月娥 这是习近平在自反送中运动以来 第一次公开的接见林郑月娥 而且对林郑月娥香港的工作 习近平给予大力的肯定 给林郑月娥打气 鼓励林郑月娥继续背锅 继续往上上 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的第二话题 那么我今天是到国立台湾政治大学 给他们其中的一个研究生院 和这些研究生同学 座谈讨论了有关香港国两制的迷思的思考 那么和研究生同学们做了一个深入的探讨 今天会堂探讨的一些具体的花絮呢 我在我的节目的后半段呢 最后的结尾呢放了一小节 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把我这个节目看完以后呢 继续观看 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之前呢 首先要跟大家呢汇报一下 就说目前呢我人呢还在台湾 那么有很多台湾的网友呢很热情 尤其是呢在上个礼拜六参加了这个 在台大的这个网友见面会以后呢 有很多朋友呢都给我送来了不少礼物 以及呢有很多朋友呢都希望单独约请我 比方吃饭啊会面啊 那么呢这些朋友的好意呢我非常非常的感激 也就是呢你们的礼物呢真的别拿给我 拿给我也没有用 因为有很多台湾的礼物啊都是很好吃的食品 只是这些食品呢我是没办法带回美国的 尤其是肉质人 再一个呢就说单独约见我们私下里面什么 见面啊会谈啊吃饭啊 这些呢我真的是不能够一一应付的过来 而且有些网友呢真的我不是很熟悉的人呢 我还不能够呢随随便便去见 这个呢一定要请大家原谅 因为真的网友们的热情我是非常感激的 有很多网友对我的支持呢可以讲就是 至始至终一直是支持 我呢是十分的感动 你像我有一个德国的网友 他是每个月在每个月的一号就是最初的那一天 他一定是给我打一百欧元 他已经联系好多个月都这样做了 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暴露出他叫什么名字 他在推特上是谁他在这个Youtube上面是哪一个网友 他从来没让我知道过但是他每个月都给我打了一百欧元 真的十分十分的感激像他这样的朋友 你们对我的支持有很多人都是默默支持 让我呢增添了很大的这个推强动力 所以我呢是历经六四到今天已经三十周年 三十周年下来我的理想没有破灭 之所以能够始终有战斗激情都是大家给我的鼓励 所以说呢我一定会努力做好我自己可以做的所有事情 那么呢也感激所有网友们给我的支持 好我们谈今天的这个话题 今天的话题第一个就是我看到了前两天我在节目里面已经提到 有十二万的这个香港人他们已经在英国的这个网站上联署 要求英国议会去吊销林郑月娥全家的这个英国国籍 因为按照英国的这个规定也就是有十万人如果积极请愿的话 就必须什么议会要研究 那么现在这个已经超过了十万人 那么今天是从英国内政部传来了他的消息 就是内政部里面的一个高级官员他明确表态将会在两到三周内 对林郑月娥家里面持有英国国籍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讨论和决定 也就是说如果说是不出意外的话 今年圣诞节前林郑月娥家被吊销英国国籍的这个大力 可能就送到了林郑家了 因为英国内政部的这个高级官员他明确就说 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始终恪守着自己的文明价值观 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文明底线 所以说林郑月娥家这次被吊销英国国籍的这个事情 是八九不离十的 因为什么 因为是中英签了香港声明 英国一直期待着中国在收回香港以后 能够按照中英香港声明友好的对待香港 同时给予香港人民高度的自治一国两制让港人治港 这是英国人他当初把香港交给中国 他希望中共能够遵守的这个声明里面的条约内容 但是中共呢 中共第一个跟着英国人讲那是历史性条约已经过期了 没有你们别管 第二个中国已经在香港已经完全废除了港人治港 港人高度自治港人的民主自由法治中共把它全废除了 所以在这个次反送中运动中 那么香港人民他们分其反击 他们绝不仅仅是因为一个反送中的条例 而是因为他们22年来他们丧失的自由民主和价值 所以他们要从这一次通过反送中运动中把它拿回来 那么林郑月娥作为港手 英国对香港港手的制裁是非常有重大现实意义的 因为作为港手英国政府如果吊销一个在任港手 他全家的英国国籍毫无疑问就表明了 英国坚守了他自己文明价值观的立场 同时承办港手呢 他只是对中共提出的一个信号 因为英国应该制裁的是中共 而不仅仅是香港 那么作为林郑月娥是中共在香港的一个代言人 他今天受到承办 那英国是通过承办这个港手给中共一个警告 这对于英国来讲做到这一点非常容易 因为英国吊销一个公民 在他们国家的国籍是天经地义的 而林郑月娥因为违背了中英香港声明 因为帮助中共在香港做中共的代理人 已经丧失了他作为一个港手 能港人治港能为港人负责的这个职责的话 那么作为英国政府吊销你英国的国籍 那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说林郑月娥一旦如果这个他全家英国国籍被吊销 他具有重大的一个现实意义 他至少是把香港政府里面的所有高官 所有跟着中共维吾桌上的高官 他们就会考虑到 连林郑月娥的这个全家国籍都吊销了 你们呢 你们能跑得掉吗 因为美国正在研究和正在通过香港民主人权法案 美国的这个香港民主人权法案里面一旦通过 香港有很多高官都会在这个名单上 林郑月娥是百分之百在这个名单上了 林郑现在已经是无路可逃 可以讲林郑她现在即使今天辞职 她也绝对不会能够逃脱掉这个美国民主人权法案 把它列为这个制裁名单上的首要人物 因为你不可能说是你辞职了 这件事就拉倒了 那如果是可以辞职 你曾经的责任就不追究了 那很多在任的那些官员一旦出了重大事故 当天就辞职那是不是就不追究了 没有这个可能 所以林郑月娥她即使是辞职 也逃脱不了美国民主人权法案 对她追责的这个名单 那么林郑如果一旦美国也要追责 英国又吊销了她全家的国籍 林郑到哪去呢 林郑指的到中国 那么林郑到中国以后 你觉得林郑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就简单告诉你讲 共产大这个邪恶的党 林郑等到她走投无路 只能全家到中国的时候 林郑最终的结果我给她写了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什么 中共邪魔杀驴 因为林郑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了 对于中共来讲 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没有利用价值 要最后用她一次的嘛 就是用她去背锅 也就是香港的任何大小问题 都一定要赖到林郑头上 然后把林郑拉出去背锅 把林郑审判下狱 这是中共 林郑准备好了一个 谢莫杀驴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结局 那么如果说林郑她自己已经意识到 肯定是这个结局的话 林郑多半会自杀 因为林郑这个人的个性 她就从来都是不服输的 她从来就不落后的 她从来不认为任何人能超过她 她从来都是属于要争一口气的 到了这个时候她看到为中共卖命 卖命到这个地步 完了以后中共就准备帮她背锅 让她把她送到审判单上去审判 那林郑拗不过这个气 多半林郑就会选择自杀的结果 这在中共的历史上非常多啊 中共他一旦觉得你这个人没有利用价值 一定会把你拉去背锅 这个很简单嘛 你看毛泽东 毛泽东当年他在文革的时候 打倒了中共所有的高层领导人 中共那么多高层领导人 给毛泽东打倒了以后 等到华国锋来掌权以后 那么华国锋他要启用一部分老干部 同时华国锋要铲除很多 毛泽东原来任用的 对华国锋他自己掌权 有非常多的危害和非常多的麻烦的人 那么华国锋就想到要铲除私人帮 私人帮的借口是什么 就是说让他们背文革的锅嘛 也就是文革结束了嘛 消灭私人帮文革就结束了 文革之所以有那么大问题 不是毛泽东的错都是私人帮的错啊 所以他们就把私人帮拿出来背锅 这四个人就莫名其妙 扛起了整个文革大革 所有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 惨绝人寒的十年浩劫里面 所有的历史责任让这四个人扛 这就是中共的历史 所以你不要看习近平在上海 在这个进口博览会上面 去接见了林郑月娥给林郑月娥打气了 告诉林郑月娥要怎么港人治港 要贯彻中央的一国两制啊 要什么不变形的不走行啊 怎么样在香港继续贯彻中央政府 对香港作固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啊 你不要看习近平对林郑月娥说的多么好 说来说去最终林郑月娥一定是被共产党卸磨杀驴 然后林郑月娥要为共产党被锅的 所以林郑月娥到了最后 一旦香港有任何问题 习近平会出来扛锅吗 共产党会来认错吗 肯定这件事是你林郑月娥干的 最终就是把这个屎盆子 一定是扣到林郑头上 所以我给林郑算过他的结局了 英国会吊销他家全家的国籍 美国通过了民主人权法案以后 会把林郑列为首要制裁名单之上 同时五眼联盟包括澳大利亚 新西兰加拿大通通会执行 美国和英国对林郑 他处罚的这么一个同样的一个条款 也就是林郑没地方去了 香港是更带不下去 他现在都讲他现在出去买个债 他去剪个头发他都去 很多市民都在围攻他 到了那时候他还能出去啊 他只能是逃到中国大陆 因为中国大陆是他的保险项 你到中国大陆共产党 不是让你到中国大陆来养老他 你要背锅的话 最后香港问题 总要有一个人出来承担责任的话 那承担责任是谁 肯定是你林郑月娥啊 到了最后林郑月娥就是尽秦臣的命 如果林郑月娥他自己 傲不够这口气 他就所动自杀 这在共产党来讲是屡见不鲜的 共产党刚刚死掉一个重庆市委的副书记 叫任学峰 任学峰的死 中共官方是不敢讲他是自杀的 但是任学峰你看一看 他9月24号还在重庆市委 出席重庆市委的会议 然后重庆到了11月1号的市委常委会议 他人就不在了 一个市委副书记凭什么不参加市委常委会啊 原来什么 原来10月31号已经在北京京西兵馆跳楼了 中共他是不肯公募任学峰他跳楼的信息 但是你可以看到11月1号 他是缺席了重庆的市委常委会 然后到11月3号深夜发出了布告 说是什么 说任学峰因病死亡因什么病啊 他什么病那么重要啊 24号还在开常委会 15号还在接电影外病 怎么几天他病病死了 什么重大的疾病啊 他就是从京西兵馆跳楼 因为什么 因为他的遗体告别仪式在11月5号在昌平举行 你觉得他如果不是在北京京西兵馆跳楼楼 会在重庆病死以后 从重庆拖到北京到昌平去搞遗体告别仪式吗 没有那个可能啊 任学峰传说什么 是原来广东省委书记任仲仪的执政 你去查一查任学峰呢 他是河北形态人 那么这个任仲仪呢也是河北形态人 所以说他们这个里面是输职两人的关系的 是多半是能够靠谱的 因为不然任学峰不会那么年轻就第一把手来啊 任学峰是1965年生的 他在1992年只有二十几岁时候 他就已经担任到国企大型企业里面的总经理 也就是他二三十岁时候已经开始挑大量了 这个人在天津就担任过很多年的这个副市长 然后从天津什么啊 然后从天津调广东 调广东也是重用的 在广东担任广州市委书记 担任广东省委副书记 一段时间是把他列为广东省省长的后备人 他得罪了习近平得罪了中共这个掌权这一方 然后习近平就把他什么平调到重庆 他平调到重庆实际上是一种贬值了 他调到重庆去担任重庆市委常委 重庆市委副书记和广东省委副书记职位是一样 但是在广东本来是要重用的 广东本来是要把他启用为广东省省长的 而且广东省长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绝对比重庆市委这个副书记的地位要重要的多 但是最终中国没有给他这个职位 那么这个任劝峰为什么要死呢 为什么要跳楼呢 这就是中共这个官场的生态了 可以讲中共没有一个高官 他能熬得过他自己他仕途上面 哪一天发生什么 哪一天发生继位就来了 可以讲他每一天都是在战战兢兢的生活 每一个人都是和声 而和声每一天都有可能被家庆抓起来送进青城 然后把他家里面抄家密 然后把他的所有亲友一起抓 所以到了这时候很多共产党的官员就采取什么 牺牲我一个保全全家人 他们就迷信是吧 我死了 共产党就盖棺论丁了 我那事就不追究了 有不少人呢是做到了这一点 所以说这个任劝峰呢最终也是选择 用死亡的这条路来接触他的生命 他死的时候在捂着四岁啊 那么是不是跳楼自杀 最终是不是自杀 目前来讲共产党官方呢 没有说明只是说他死了 只是他的死非常蹊跷了 如果他是病死哪有病得那么快啊 半个月前还在接见外兵 这个半个月以后就病死了 什么大兵啊什么重兵啊 他根本就不是病死 他只可能是跳楼死或者 而这种死一定是跟共产党这个红色恐怖 跟共产党这个党内这个门派清理 跟党内这个江湖互相的侵杀 跟这个一定是有关系的 所以说任薛峰死在共产党的这个高级官员里面 现在死掉跟一个两个是很正常的 而且不光是他不会死 他以后他所涉及的二人 很可能还有多人会死 他在天津担任副市长的时候 就曾经跟张高丽有过多年的共识 那么张高丽现在作为退休的常委 会不会是因为中央要查处张高丽 从任薛峰查起 所以任薛峰他死了以后 也可以保住他的老领导啊 这个都不好说 中共的官场是相当复杂的 而且习近平他现在 他哪一个人他都要去打 他为什么要去打 习近平却又靠打 是靠不断的通过法律的手段 去给中共所有的高层 尤其那些退休的元老呢 给他们施加恐惧 只有给他们施加了恐惧 那么才能让习近平 他安安心地找这个权 这些退休的老人退休的常委 他们才不敢在习近平面前指手画掉 才可能至少是表面上要拥护习近平 拥护当中央 拥护习近平他自己所搞的一切的 就是习近平想推行的 所有的他个人的所谓一言九点 那么习近平他就是有这个办法嘛 别的办法他们就是恐惧嘛 恐惧就是抓人嘛 你们家先抓儿生嘛 抓你们的部下嘛 抓你们部下就抓到你们嘛 共产党不就这么干了 共产党查处他的下属呢 每一个被查的下属呢 都战战兢兢兢就只可能选择死 就像香港的这个警工处的这个副处长 香港二哥叫邓炳强 邓炳强他就是怕成立调查委员会啊 他说你们成立调查委员会就是来调查部警察 邓炳强很清楚啊 所有这个港警经不起查的 一旦如果调查的话 那大部分港警都送上法庭 所以到这个时候邓炳强他就放出威胁的委员 说是三万个警察持枪上街抗议 这个邓炳强他以为他是一个警务处的 他就可以无法无天啊 三万个警察持枪上街合法吗? 警察配枪是用来维护社会治安的 警察配枪是靠这个枪子来保护人民群众安全的 你现在三万个警察持枪上街造反游行 那你这个是合法吗? 如果你的三万个警察可以持枪上街 那么老百姓是不是也可以持枪上街啊? 那老百姓完全也可以持枪上街抗议了啊 你警察为什么能够持枪上街抗议啊? 按照对等的原则警察和民众在法律面前都是人人平等的 你警察可以持枪上街老百姓不能持枪上街吗? 那我看香港民众可以人人都持枪上街抗议 跟警察一样吗?按照对等人家的话 三万警察要持枪上街吗? 那老百姓你就让他持枪上街吗? 这香港警察现在持枪你是在保护人民吗? 香港就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个人 拿着砍刀在马路上砍人 然后把人家一个议员的耳朵都咬掉了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什么? 警察在旁边为什么不开枪禁闭他? 把枪配给你是要你干什么的? 就是你在关键场合要保护民众啊 都有人指着砍刀那不断砍人了 你还不上去支持啊?还不去击逼这个人吗? 还能够让他再去把另外一个议员的耳朵咬下来吗? 所以你香港的警察你现在究竟是保护暴徒的还是保护民众的? 而这个咬掉别人耳朵拿砍刀砍人的他不是暴徒 请问谁是暴徒的? 所以香港警察他现在就是警匪一家吗? 香港警察就是跟暴徒抱在一起吗? 他就是保护暴徒嘛 所以这个暴徒才敢那么嚣张才敢拿刀当街砍人 才敢把人家语言的耳朵咬掉 而这个人一旦被警察带回去 可以讲要不了多少钱就送回大陆了 回大陆还可以领查 这就是今天香港的生态 所以香港的警务处的都可以威胁到香港政府 威胁到中央政府 他们可以率领三万个港警上街持枪游行 我看如果是他们可以 那么所有的香港民众现在也都可以持枪上街 大家都持着枪走着街上去 很多人都说如果是在美国这些暴徒们早就给美国打死了 我告诉你一下 如果在美国这个政府早就给美国民众推翻了 如果有三分之一的美国人 他们都愿意走上街头去抗议这个政府 他们早就用枪来告诉美国政府 这个美国政府被他们当地网上 美国政府里面的代言人像林郑月娥这种人早就禁闭掉了 都这么简单嘛 所以动作你要拿美国来比 美国所有的人民他持枪所拥有所捍卫的 是他的自由家庭观 是他的人权 是他的言论自由 在香港现在这个社会 如果把香港这个社会搬到美国的话 那么香港社会政府的领导人在美国的话 不知道被美国民众已经推翻了多少次了 美国的整个的这个政治它维护什么 它维护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人人有言论自由 人人有持枪保卫自己家人的自由 这是美国最基本的 每一个民众都有的最低的权利 不是什么最高的权利 不是什么奢侈的权利 而是每个美国人都有的 所以美国由于他自己历来退崇人权家庭观 他也对中共呢一直呢认为呢只要辅足中共 然后让中共做大 中共做大了中共的中产做大以后呢 那么中共这个社会呢它就会回馈百姓 那么百姓在自己的衣食充足 然后他们的生活富有的情况下 他们就会关心社会 他们就会关心民主 中国的民主就做大了 所以美国人多少年来都带着这种想法来支持中共 可以讲是美国帮助中共做大了 这在美国前任议长金以奇 他在最近的一个讲话里面说的非常明白 他就说多年来美国朝野美国政府美国的参众两院 他们都是抱着这个良好的心态 把中国人民视为最友好的朋友 然后他们愿意帮助中国壮大 他们在帮助中国壮大的时候 他们总认为当中国富裕了发达了中国民众 他们都有足够的能力 让自己富裕起来以后 他们一定会关心社会的进步 关心社会的发展 尤其他们看到亚洲有韩国有台湾有日本 这几个国家他们在二战战后 都是穷着叮当抢着 比中国的条件要差得多 但是他们因为在美国的帮助下 他们不断地成长以后 最终把他们这几个国家全部实现了民主 所以说美国认为中国也会像台湾像韩国像日本一样 因此美国就不断地辅助中国把中国做大了 但是经历西讲说我们的良好愿望终于被中共用它的独裁政权 对全世界的渗透把我们叫醒了 中共的做大的结果是什么 中共做大是把他们自己获得的巨大的财富 用于他们更满横的专制 也就是中共随着它越来越富裕后 它的专制越来越残酷了 今天中国人民他们所拥有的各种自由的权利 比三十年前要少得太多 也就是说三十年来中国壮大了 但是中国人民自由减少了 所以今天美国家已经要为他自己几十年来所犯下的错误 要重新回头来认识到他们的这个错误 要重新来审视中国 今天中国的壮大和中国今天红色暴震 向全世界的渗透美国有极大的责任的 所以金以奇他说他非常支持川普总统 支持川普总统对中国进行狠狠的打击 不光是对他们的贸易制裁 不光是对他们的关税制裁 同时要对中国他盗取知识产权 强制技术转让 和他对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危害 要给予他引头统计 必须阐述共产党 金以奇他说的很清楚 一定要把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分开 因为共产党绝对不代表中国人民 相反他们是绑架了中国人民 用他们最邪恶的专制的方式 让他们告诉全世界 说这是中国人民要求的 其实中国人民都有善良的愿望 中国人民都希望自己能获得民主获得自由 而他们的民主自由被共产党所绑架 共产党现在打得中国人民的喜好 在侵蚀着全世界 这是金以奇对中国经过几十年思考以后 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所以金以奇就认为今天美国悬崖内马 结实地认清共产党的邪恶的面目 目前还来得起 所以说你看金以奇的讲话也好 彭斯部当中的讲话也好 彭佩奥的讲话也好 他们都要求美国的政商两届 尤其是普通的美国人民 一定要认清中国共产党不等于中国人民 一定要区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 也就是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 一直有良好的态度 一直保着良好善良的热情 而这种良好的态度和善良的热情 它仅仅是中国人民而不是中国这个邪恶的党 因为共产党它已经等同于纳粹 共产党已经是用纳粹的方法去管控本国人民 并且对全世界一些和平的国家 共产党都用它纳粹的方式去进行渗透和破坏 所以今天阐述中共 它已经不仅仅是美国人的任务 它已经是美国和全球爱好和平所有人的任务 研究生院和研究生们讨论一国两制的一些话题的花絮 有兴趣的朋友呢就继续的接着我们下看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台湾的政治大学的这个和研究生们 跟这个那么多研究生同学们 我们一起呢做这个一个交流 我呢叫吴建明 这个大家呢在这个上面已经看到我的这个名字 我呢这个在美国呢 现在生活在美国加州在洛杉矶 在座的同学我觉得大部分可能都是按照中国大陆称为的叫90后 就是说中共啊它建政从1949建政到现在2019一共70年 中共这个建政的整个历史就是一个血腥的暴政历史 在它整个建政的过程中 它对人民一是欺骗二是杜杀 所以中共在它整个这个建政的过程中呢 它呢对人民就是以欺骗为主的 尤其是中共的今年30年 今年30年是毛泽东在制造政权 毛泽东制造政权 毛泽东是没有考虑过要给这个国家 给这个人民带来任何经济上的这个收入上的增长 社会上的这个各种资源的丰富 以及每一个人自己个人学质才干的政党 毛泽东不要这样了 毛泽东就要搞斗争 因为中共所信奉的就是什么 要对人民进行平民弱民 所谓平民弱民就是让你们更加贫穷 让你们更加弱小 让你们更加依赖政府 然后在中共呢它在那么前几十年呢 是以斗争为主的 那么这个斗争已经搞到了70年代 毛泽东死的时候呢 基本上来讲 就说可以讲整个这个社会已经处于崩溃的状态 因为已经饿死了几千万人 那么到了这个时候呢 邓小平来搞改革开放了 中共建政十年 最好的十年是1979年到1989年 这个十年 这个十年为什么好呢 是这个十年恰好是中国 叫思想解放的十年 也就是大量的 当年被毛泽东打倒的 他所有的那些战友们 在毛泽东死了以后 他们重新恢复了工作 而这个时候呢 他们年龄大了 他们的时候更多的考虑 是他们这个江山怎么样能够延续 他们的儿女要不要获得一些资源 因为这个时候 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啊 他们这时候想到的更多的是 他们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政策上 还能够掌握很长时间 所以他们急需要有一种紧迫感 要培养他们的儿女 因此中共的元老叫陈云 所以邓小平讲了这么一句话 叫做要把权利交给我们的儿女 因为我们的儿女 不会挖我们的祖坟 这样的话 中共就确定了 由红二代来接班的这个序列 因为习近平就是红二代之一 他的父亲叫习中训 是中共这个开国的元训 担任过中共前这个国务院的副总理 那么整个那个八十年代的十年 因为有改革开放的十年 为什么改革开放 是因为邓小平急需要通过改革开放 让一部分人富起来 就让他们的儿女先富起来 那么他们的儿女先富起来的话 就开启中国 要把一部分资源换成进去 让这个他们的儿女能获得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也就是很多老干部 他们有一种迫切的愿望 就是在他们自己有生之年能把他们的儿女 一是安排一部分人从政 就是要执掌国家的政权 那就是你通通这个就从商经商 那么经商的这个过程中 才可能就是什么 用国家资源换取他们自己个人的材质 在这个情况下 这时候这个社会的思想是活跃的 所以说在八十年代 中国就产生了一部分的思想解放的这个浪潮 在这个过程中 共产党里面有两个高级的领导人 他们是被称为党内的良心派 这两个人就是分别都担任过 中共总书记的胡耀邦和赵紫阳 胡耀邦担任中共总书记的时候 赵紫阳是担任国务院总理 后来因为邓小平感觉到胡耀邦 他不能够执行他自己的路线 他觉得在很多方面 尤其是在控制这个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 控制整个国家这个年轻学生追求西方民主的这方面 邓小平要控制 因为邓小平他只愿意大家谈经济 我们怎么去挣钱怎么去发财 但是政治制度邓小平是要恪守的 他的所谓思想基本原则 也就是要确保共产党的领导 要绝对不允许在中国进行和平演变 不准在中国谈任何自由和民主 在这种情况下 胡耀邦被邓小平把他铲除了他的职务 然后安排了赵紫阳 那么赵紫阳接任了中央的总书记以后 赵紫阳也是一个思想比较解放的人 所以说在胡耀这两个总书记 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 青年人之间的这个民怨 就在1989年得到了激风暴发 我就在那个过程中参加了这个89六四运动 我本人呢是在八十年代初呢 先在中共的这个共军里面海军里面复役 那么我从军队里面退役以后呢 再去考个大学 然后在我上大学期间 正好发生了1989年的六四运动 所以我作为1989六四 南京地区最主要的学生领导人呢 参与了这场运动 那么大家都知道 89六四最终是被邓小平用坦克车机关枪 把它残酷的增加掉了 那么89之后 就带来了中国整个社会的一个巨大的裂变 这个巨大的裂变 它就让很多西方国家认为中共是一个讲话不上话的政权 而且认为中共是一个残暴的政权 这个残暴的政权 它就让很多西方国家重新考虑跟中国的经贸关系 而这个过程中呢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就是美国的前任的总统老布什 老布什这个人 他在七十年代就担任过 美国驻中国的这个叫经贸办事处主任 因为那时候中美之间没有外交关系 所谓美国驻中国的经贸办事处主任 实际上就是美国驻中国的大使 他和邓小平有很多私人介绍 包括邓小平被毛泽东最后一次打倒之前 曾经在七十年代初 毛泽东这个启用过邓小平 毛泽东这次启用邓小平 邓小平是能够按照毛泽东的想法 来智掌中国的这个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 所以这个过程中邓小平和老布什已经认识了 而这个认识的时间很短 邓小平就遭到毛泽东再次打倒 也就1976年当时周恩来死了以后 发生了这个四五运动以后 邓小平没再次打倒 那么随着毛泽东驱使 邓小平最后一次出散 并且很快邓小平用他的这个阴魔手段 急着了华国锋 邓小平获得了中共的最高权力之后 这时候老布什就再一次跟邓小平之间 就产生了很好的私人交情 这种私人交情一直延续到十年以后 就延续到1989年 1989年的时候 当时邓小平决心要在中国广场上面 对学生进行学心镇压之前 老布什是对邓小平的这种做法是给摸取的 老布什直接告诉邓小平 你们国家的这个内政我们不管 你要做什么事去做 我如果说是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 我如果是这个率领的全球 其他西方国家对中国有制裁 只是装模作样给别人看 不会过分认真的 以后我们还是要发展经贸关系的 那么历史已经证明了 包括老布什写的很多文件 写的很多私人信件 我想这个都有 大家都可以去看 很多朋友都会问 香港现在可不可能会发生 也就是说中共大规模的坦克车机关上 冲上街头对香港民众进行参考的镇压 认为不会 为啥不会呢 是因为八九年邓小平对六四广场进行镇压的时候 是因为广场上的那些学生 都是中国的一些普通学生 对于邓小平对于中共的这个政权来讲 他无所谓你这些学生们 就是你死也好 你伤也好 你们多杀几个 你们少杀几个 但是邓小平他根本无所谓 只要保证政权 就是对党国来讲没有影响 他只不过是血债 这个手上占的血多一点少一点而已 他不这样 他既然干了个事 他就准备杀人 他就准备手上占的血 但是今天的香港已经不一样了 因为今天的香港 从1997香港回归以后 总共已经把大量的资产 中共的这个政治局委员里 以上的这些高级加成里面 他们已经把自己的资产 自己的财富 大量的转移到香港 香港现在大量的产业 都是什么 政治局委员和中共这些少数的几百个家族里面 他们在香港占据了大量的土地啊 银行啊 就是说整个香港的这个经济 经济命脉 这个里面绝大部分的股份 中共的各个家族已经就够参在里面 大量的在香港上市的公司 这些公司里面 绝大部分的控股人 都是中共大陆的权贵 所以简单一点讲 香港这个政治地位 经济地位的保留 它实际上是为中共的这些达官贵人们 在香港设立了什么 设立了他们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进出口转运的一个渠道 因为美国和中国现在有中美贸易战 因为美国对中国持续不断的制裁 去年已经发生到美国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 对中共的一个中将叫李尚福 对李尚福他个人制裁的这件事 也就是说美国一旦用马格尼茨基法案 去制裁中国的某一个高级官员 那么会导致就是说这个高级官员本人和他的家属 所有的绿卡会被吊销 所有的美国的财富会被冻结 那么这样的话 就给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产生巨大的政策 因为中共可以讲绝大部分领导人 在美国都持有大量的资产 他们党国的利益受损他们不怕 看他们最怕自己的利益受损 如果说是你把香港毁掉了 那么他们的这个利益往哪里放 而美国一旦冻结他们的利益的话 他们可能大量的美元就没了 所以说他们就希望把他们的钱放在香港 因为放在香港的情况下 你美国你冻结不了 第二个 我港币就是美元 我可以随时把港币兑换成美元 因此呢 中共的这些高级官员 这些富贵的权贵家族啊 他们都乐意把自己的钱存在香港 这是中共所以说 为啥不能在香港进行坦克之机关枪的屠杀 一旦进行屠杀 香港的自由港币地位就没有了 香港的国际金融贸易地位就不在了 当香港的这个地位不在的情况下 那么所有权贵家族 他们的资金就大大的缩水了 他们的财富就大大缩水了 中共是不会允许香港有任何就是在政治上挑战中央政府的事 中共最怕的是香港成为一个反共的桥头堡和反共的基地 因为中共多年来以前是怕台湾成为反对中共的一个基地的 因为台湾实际上来讲什么条件都具备 台湾是在中国大陆没有统一情况下实际上的独立 台湾就是这样 台湾是自己有政府 自己有法律 自己有军队 自己有货币 自己有自己完整的经济运行的体系 自己有自己跟全球所有国家之间互相经贸往来 他在外交往来的他自己的所有的这么一个 可以讲就一个国家所具备的出现台湾权益 但是台湾为什么就不能够去独立 因为台湾现在如果要独立 它的国际气候不存在 美国是不会同意台湾独立的 美国不愿意现在改变台湾和中国大陆 他们两人彼此之间跟美国的一个平衡关系 按照美国的话就是叫不同不独 你台湾现在保留现状 那么对美国来讲更方便 但是美国实际上是什么 美国实际上是早就把台湾看成是一个独立的 自由的民主国家 所以美国尤其是现任的美国的这个 美国这一届政府和美国的国会的三中两院 他们都希望确认其他国家 跟台湾发生官方关系 而且美国它是等于默许和纵容这种关系 它只是告诉中国大陆 你不要再干涉了 但中国大陆它就很恼火 很恼火的情况下 那么台湾有没有独立的可能呢 我可以讲是有这个可能的 台湾如果真正要宣布独立 要真要是达到独立这个条件的话呢 它一定是什么 中美交恶 就是中国大陆跟美国已经完全四伯了 美国和中国已经进入了嘛 至少是冷战 甚至是热战状态 如果美国已经使中国共产党为敌人 美国它的这个国策 就是为了要铲除和消灭中共的情况下 美国会鼓励台湾独立 台湾如果真实身不独立的时候 这时候习近平怎么办 习近平就打还是不打 习近平如果不打 他这么多年 他对中国老百姓所灌输的 愚民的那些所谓的教育 什么一定要保卫台湾啊 什么一定要解放台湾啊 祖国的领土一样不能少了 习近平拿什么去兑现 第二个习近平应该党内所承诺的 他拿手去兑现 所以说习近平一定要打 但是打共产党就完了 打共产党就灭亡了 很多台湾人不了解 认为什么 共产党已经打过了 我们台湾就暴飞了 其实你们搞错了 如果是共产党往台湾打的话 台湾就解放了 最终什么 最终不是共产党来提提台湾 最终是台湾就终于共产党了 因为什么 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 他如果说是能够得到 大部分民众拥护的一定是 先进的文化 先进的民主制度 先进的自由家族观 台湾都有去退 但中国大陆没有 也就是说 当如果是用民主制度下去统计 是台湾在统计大陆 而不是大陆在统计台湾